今天给你解读的是一本很有来历的书 题目叫做《心智》 为什么说它有来历呢 我觉得可以用两个罪来形容 这是世界上也许最聪明的一群人 对人类最本质问题的思考 为什么说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群人呢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作者 他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民间组织 叫现实俱乐部 英文是Edge 他是做什么的呢 哲学家拜尔斯说过 想要抵达知识的边界 就要寻找最复杂最聪明的头脑 要把他们关在一个房间里面 让他们互相讨论各自不解的问题 而这个Edge现实俱乐部 做的就是这件事 1981年 美国出版人约翰·布洛克曼 发起了现实俱乐部 他的拥躬 包括像凯文凯利 史蒂芬·平克 还有纳西姆·塔勒布等等 他们经常在博物馆 客厅和餐厅举办一些聚会 每一年 他们还会发起一个年度命题 然后大家一起讨论 那这些都是什么样的命题呢 借用余果奖的获得者 中国作家郝景芳 在推荐序里面说的 现实俱乐部讨论的是 关于全人类的问题 比如说像心智 文化 生命等等 每个成员根据这个主题 说出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最终 人们把这些问题和思考 集结成策 现实俱乐部 曾经出版过六本书 而这本心智 就是现实俱乐部 从书的第一本 这本书里面 一共收录了18篇文章 那说到这儿 你可能会以为 这18篇文章 一定汇集了有关 心智这个问题 最深刻的答案吧 不过很遗憾 并没有 这些文章 大多数只是提出了问题 分享了思考的过程 但并没有给出确切答案 但是这正是这本书 最有意思的地方 现实俱乐部的发起人 波罗克曼曾经说过 我们对聪明的思考 颇有兴趣 而对标准化的智慧 异性阑珊 他关心的不是一个 绝妙的答案 而是思考的过程 他希望用一个思考 启发更多的思考 换句话说 这本心智 不是一本答案之书 而是一把钥匙 它可以帮你打开一扇门 为你的思考 打开一个新维度 其实在人类历史上 以前也出现过 类似现实俱乐部的组织 比如在17世纪初 英国有一个无形学院 就是没有形状 那两个字 无形学院 成员包括物理学家 罗伯特·波伊尔 还有数学家 约翰·沃利斯 这个无形学院 其实就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前身 再比如一些 新工业时代的文化领袖 他们曾经组建过一个叫 博明汉月光社的组织 成员包括像 詹姆斯·瓦特 和本金明·弗兰克林 现实俱乐部将来会长成什么样 这个咱们不知道 但是可以确定 有机会见证这样一个组织的诞生 还有能跟他们在同一个时代 共同思考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好 那有关背景信息 我们就说这么多 那么这本书到底说了什么呢 前面说过 这是一本文集 里面的18篇文章 是没有统一的主题的 他们只是在某些方面 跟新智这个大命题相关 有人研究的是性选择问题 有人研究的是语言学 甚至还有人专门研究一种 叫弓形虫的寄生虫 虽然就新智这个专业领域而言 这本书里的内容很散 但是对于咱们普通读者来说呢 我认为这本书的价值 主要集中在下面两点 第一点 它展示了很多有趣的思考方式 也就是那些号称最聪明的大脑 他们是怎么想问题的 你会发现 虽然大家研究的领域不一样 但是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 有很多共通点 而且这些思考方式 对我们理解其他问题 也有启发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当我们跳出每篇文章 把这本书作为一个整体的时候 我们发现 它还回答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 怎么推动一个超大议题 你看像心智 文化 生命都属于跨专业 涉及学科极多 信息量极大的 超大议题 对于这类议题 现实俱乐部提供了 另一种推动它的思路 我觉得有一个最近的流行词 很适合描述这种方式 叫做飞轮模式 接下来呢 我就会从这两个方面出发 给你解读这本书 首先第一部分 我们来说说 这些聪明大脑 它们是怎么思考的 我从书里面给你总结了 两种对我们启发 比较大的思考方式 第一种思考方式 叫做切换观测尺度 也就是当我们面临一个问题的时候 如果你找不到合理的答案 那可以假设建立一个更宏大的视角 也许就会获得一个新的解释 在这本书里面 著名的心理学家 史蒂芬·平克 他就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那就是 一个人为什么会杀死就爱 说白了 就是情杀 这个听起来像是 法治小报最喜欢的题材 那作为心理学大师 平克为什么会关心这件事呢 这是因为这个行为太反常了 进化论告诉我们 人类的一切情感 其实都是一套有利于 个体生存的快捷方式 也就是 你一旦启动这个情感 就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行为 比如说像恐惧 人们一看见老虎 拔腿就跑 这是为了躲避风险 再比如说 我们都爱吃甜食 看见甜食就会高兴 这是因为甜食的能量高 它能帮我们补充能量 不过杀死就爱 或者是威胁自己的另一半 说什么 分手的话 我就杀了你 这种情感冲动 它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是为了赢回芳心吗 这个不对啊 或者说是为了发泄吗 这个解释也显得有点苍白 你看站在个体的立场上 是解释不了杀死就爱 这个冲动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得换一个 更大的观测视角 平克告诉我们 他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从来不会把自己当成一个人 而要把自己当成 设计全人类这个物种的总设计师 你可以想象一下 假设你是这个总设计师 那你的最高目标是 确保人类繁衍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会把人类的心智 设计成什么样呢 你可能会想 为了更好的繁衍 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的时间 必须足够长 这样才能生儿育女 而不能三天两头就闹分手 但是如果男女一方单方面想分手怎么办呢 想杜绝这个情况绝对不可能 但是你可以降低这件事情的成功率 也就是让分手方想分手的时候会有所顾虑 那该怎么办呢 你可以建立一种可信的心理威慑机制 也就是当一方发出威胁的时候 另一方会被震住 那这个怎么震住呢 未必每个人都要把威胁付诸行动 但至少得有人会这么做 这个威胁才会生效 你看到这一步 杀死就爱 这个情绪冲动就找到合理的解释了 从个体上看 它是非理性的 但是对于全人类而言 它又是理性的 它是可以增强伴侣关系的稳定性的 它可以让族群更好的繁衍 你看当我们切换更大的观察视角的时候 就会发现人类心智 不光是进化赋予个体的能力 也是赋予一个族群的整体算法 同样用这套思考方式去想别的问题 也能找到答案 比如在这本书里面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心理学家 尼古拉斯·汉弗莱 他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疑问 他发现人体是有一种不正常的节俭的 怎么说呢 就是当一个人死于癌症的那一刻 他的体内仍然存储着 大量可以抵御癌症的免疫资源 当一个马拉松运动员泪趴下的时候 他的肌肉里面仍然有大量的能量存储 好 那假设我们体内的能量和免疫资源 都是为了生存 为什么在生死关头 他们没有被调用呢 这就像开车 明知道可能要撞死了 刹车却没有踩到底 这个时候我们还得建立一个更大的视角 我们来设想一下 假设你是大自然 你会把人类设计成什么样呢 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呀 跑马拉松 万一你跑过终点的时候 终点那有一只狮子等着你呢 而对于癌症患者来说 万一第二天有更猛烈的病毒呢 所以你必须得让人类给自己留个后手 大自然必须得在人类的身体里面 植入一个资源管理系统 他会分析自我治愈的机会和成本 还能分析未来的风险 并且决定保留多少资源 这个是被上百万年的漫长进化 塑造出来的一种能力 你看当我们站在进化的大视角上看 人类对自身资源的调配 不仅不反常 而且很合理 再比如说 明尼苏大大学的行为遗传学家 戴维旅肯 他也使用了这种思维方式 他发现同样是伴侣出轨 男人和女人的态度很不一样 女人如果发现丈夫出轨 他们最关心的是 丈夫会不会把家里的钱分给外人 而男人发现妻子出轨 他们更在意的是 妻子有没有跟外人发生性关系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 我们还得换个视角来解释 假设你现在不是某个人 而是基因本身 那作为一个基因 你的最高目的就是完成自己的复制 怎么复制呢 那必须得生于自己的后代 而在生育后代这件事情上 男女的差异就出现了 你看女人是直接生孩子的 所以他们可以百分之百确定 就是不管孩子的父亲是谁 自己肯定是孩子的母亲 孩子身上是肯定有自己的基因的 所以这个时候他最关心的是 怎么养育这个孩子 那他肯定就会更在意资源 而到了男人这边就不一样了 在基因检测出现之前 男人是没有办法确定 孩子是不是自己的 为了完成生育后代的目标 他必须得首先确保 女人不会跟别人发生新关系 你看当我们切换到这个视角 问题也就解释通了 当然这些解释不一定全面 不过这种来自心智科学的思考方式 对我们还是很有其他的 好 上面说的就是第一种思维方式 切换观测视角 当你遇到一个解释不通的疑问的时候 你可以切换思考的尺度 也许就能获得新的解释 第二种思考方式叫做避免简单化 也就是凡事避免想当然 在下结论之前呢 要多问一句 就是问我能确定这是事实的全部吗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认为说 哎 这不是最起码的科学精神吗 啊 这个我很早之前就听说过啊 比如有一个苏格兰黑山羊的故事 说的是20世纪70年代 有三个数学家在苏格兰看到一只黑山羊 第一个人说 苏格兰的山羊全部都是黑的 第二个人说 嗯 不对 这只能说明苏格兰至少有一只黑山羊 而第三个人说呢 你们两个说的都不对 我们看到的东西只能说明 这一只羊冲着我们的这一面是黑色的 你看 这个小故事就是要说明 不要被自己的偏见所作用 这个故事当然也表达了一种科学精神 但是这个只是科学精神的最初级 深入这本书 你就会发现 高级的科学精神 不光是要改变自己的思考习惯 而是要对抗人类这个物种的先天局限 在这本书里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认知科学教授 史蒂夫·莱考夫写了一篇文章 题目叫做肉身哲学 这篇文章就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入研究 他认为 我们的大脑有一个天然局限 那就是你只会思考那些大脑允许你思考的东西 那乍一听你可能会说 不对呀 想象力是天马行空的 这个怎么能受局限呢 想要理解这个观点 我们得先知道大脑里存储着什么 你可能会说 那存储的当然是信息了 这个没错 但是请问信息从哪里来呢 大脑本身是不直接跟外界接触的 它从身体的其他部位获得信息 而我们的身体也有自己的功能局限 还有他接受信息的方式 其实也有局限 这就导致我们大脑里存储的信息 还有大脑的思考方式 都受到了身体的某种局限 比如爱因斯坦在描述时间的时候 他把时间当成一种空间维度 然后像描述空间坐标一样 划定了一条时间轴 就是每时每刻都是时间轴上的一个点 但是这个时间轴的模型 能反映真实的时间逻辑吗 这个我们不好说 但是毕竟我们感官局限已经决定了 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去思考时间 换句话说呢 就是你以为的很多真理 其实都存在某种把事实简单化的嫌疑 这里的简单不是简化 而是它可能丢失了事实的某个维度 这是人类的构造导致的先天局限 那么我们该怎么突破这种局限呢 这个已经不是改变思考问题的方式 我们必须要借助新技术新工具 比如像X光技术 引力波 声纳 它们都是打开某种感知世界的新维度 而且在打开这些维度的同时 我们还要追加一句 即使有新视角 但是这是事实的全部吗 当然在分析这个问题的同时 心智领域的专家们自己也在面对类似的问题 比如说在这本书里面 不止一位学者提出 目前心智科学研究中 建立类比模型是一个重要的方法 比如在水利机械快速发展的时期 人们觉得大脑像是一台液压机 而后来电话交换机诞生了 人们觉得大脑是一台交换机 而现在有了计算机 我们又认为大脑其实更像一台计算机 我们把其中的神经结构叫做神经回路 换句话说 我们研究心智的模型 也受到了科技的局限 每当技术更新换代 这些模型也可能会跟着变化 而且这些模型准确吗 它们能够反映事实的全部吗 科学家必须时刻保持着这种怀疑精神 好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内容 我们说了两种来自科学精英的思考方式 第一种思考方式叫做切换观测尺度 当你在一个问题上找不到答案 可以试着切换一下观察尺度 也许就会获得新的解释 而第二种思考方式其实更偏精神 叫做避免简单化 保持自我怀疑 也许是通向真理的阶梯 前面我们深入细节 从书里面挑选了一些思考片段 你可能会觉得不过瘾 接下来我们将建立一个全景视角 我们要把这本书当成一个整体来说 你会发现在推动新制这个超大议题上 现实俱乐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那第二部分呢 我们就来说说现实俱乐部是怎么有效推动一个超大议题的 在正式开始之前 我先分享一个我最近的经历 最近呢 我们公司请来了教育行业最权威的专家 我们共同策划了一个针对教育行业的知识产品 希望通过这个产品告诉用户 教育行业正在发生哪些转变 然后呢 从中能够看到未来的趋势 那乍一听 你可能会说 这个有点像是教育行业的蓝皮书啊 没错 有点这个意思 但问题是 当我们用蓝皮书的逻辑去策划这个产品的时候 又会发现它有点行不通 因为现在的教育行业牵扯的因素太多了 包括很多艺术学科的教育 还有很多科学方面的潜能开发 还有很多实验性的新方法 你看一提到蓝皮书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高度概括 像大数据 大图表 大趋势 也就是用抽象化的方式去呈现一个大议题 但是抽象化就意味着你难免会丢失某个细节 尤其是那些没有办法纳入现有类别的个案 但问题是 未来的趋势就有可能隐藏在这些 无法被明确分类的个案里 比如如果你穿越回600年前 穿越到古腾宝印刷树发明的第二天 如果你当时要做一份15世纪信息产业的蓝皮书呢 那你可能会忽略古腾宝的印刷机 因为它当时的份额太小了 你可能会把整个行业分成两大类 分别是抄写和雕板印刷 然后呢 抄写功能又分成很多种 这个行业的人员结构如何如何 但是也许就在你做完这份蓝皮书之后不到一年 抄写这个行业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被印刷所替代了 换句话说 对过去的抽象总结 第一 它可能丢失了细节 第二 因为细节的缺失导致它不能完全代表未来的趋势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换一种思路 把观察的重点从信息的广度转变成观点和事实的锐度 也就是我们只呈现当下正在发生的新思考新发现 它们未必是确定性的结果 但思考的力道很深入 而且能启发更多的思考 你看现实俱乐部用的就是这个办法 我们可以用一个最近流行的词来描述这种方式 叫做飞轮模式 你把心智这个命题当做一个巨大的飞轮 每个学者的思考都是在飞轮上的某一个点上发力 一开始飞轮可能转得很慢 但是随着发力点越来越多 那这个飞轮就会越转越快 这个超大议题就被有效的推动起来了 换句话说 心智这本书里的话题看似五花八门 但是当我们用飞轮这个模型去观察的时候 你会发现每篇文章都是在某个方面 对着心智这个大飞轮发力 比如加州大学圣迭阁分校的大脑认知中心主任 叫拉玛钱德兰 下面为了讲述方便 我们就管他叫兰教授 兰教授研究的重点是 大脑里面一个叫镜像神经元的区域 就是镜子的镜影像的像 镜像神经元这个区域 其他灵长类动物也有 它的作用呢 就是像照镜子一样让生物有模仿同类 并且感知同类感受的能力 你看当你在电视上看到有人在悬崖上走钢丝的时候 脚下是弯张深渊 你会感到很害怕 虽然你当时没在现场 但是你也会觉得腿发软 这个就是你的镜像神经元在模拟同类的感受 换句话说是镜像神经元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同类的意图 这个是沟通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 人类才发展出了语言 而在有了语言之后 人类才能深入的交流思想成果 文明才能快速发展 所以蓝教授认为 镜像神经元是人类心智的重要组成部分 深入研究它是很有必要的 再比如新墨西哥大学的进化心理学家叫杰弗里米勒 他是专门研究人的性选择行为的 他认为这是破解人类心智奥秘的关键 他为此还专门写过一本书 题目叫交配脑 他的研究灵感来自于达尔文的一本书 题目叫做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 米勒认为人的进化是围绕着性选择展开的 也就是人的很多能力并不是为了生存 而是为了求偶才进化出来的 比如说语言 我们都觉得语言是用来沟通的 但是米勒发现在英语的词汇里面 常用词只有5000个 此外还有几万个装饰性词汇 这些词是平时很少用到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进化出这么大的词汇量呢 他认为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求偶 丰富的词汇量能够让我们在异性面前 展示自己的学习能力 这是一种性选择优势 再比如像艺术天赋 还有善良的品格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是为了求偶才进化出来的 当然了这个解释不一定全面 但是他却提供了一个发力点 推动了心智这个大飞轮的转动 当然在这个飞轮上还有一些更冷门的研究 比如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罗伯特萨伯尔斯基 他专门研究一种叫弓形虫的寄生虫 因为弓形虫有一种罕见的能力 它能够操控宿主的心智 我们都知道猫是老鼠的天敌 而老鼠的本能是躲着毛 但是被弓形虫感染的老鼠不仅不怕猫 还会特别喜欢猫尿的味道 而被感染的弓老鼠在闻到猫尿的时候 它的睾丸会变大 这就说明它的性欲被击发了 好那请问弓形虫是怎么做到的呢 你可能会说 它是不是破坏了老鼠的恐惧神经 让它感觉不害怕呢 这个显然不全是 研究者观察了被感染的老鼠 结果发现它们还是害怕强光的 而其他的大脑机制呢 也都正常 弓形虫只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非常精准的只破坏了老鼠大脑里面 跟猫有关的这部分恐惧 而且它改变了老鼠的多巴胺系统 让它一闻到猫尿就觉得快乐 换句话说 在控制心智这件事上 弓形虫在目中程度上比人类还厉害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要专门研究 弓形虫 只要破解了它的能力来源 我们就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 进一步揭开心智的奥秘 当然 这项研究目前还在推进中 没准将来的某一天 弓形虫真的会成为我们打开心智大门的 一把钥匙 同时这项研究也提供了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 以往我们都觉得要解决一个问题 最直接的办法是正面强攻 就是集中精力研究这个问题的本身 但是对弓形虫的研究告诉我们 你还可以向大自然取经 自然界的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生存解决方案 每一个方案都是一张现成的施工图 只不过它经过加密 你需要破解 一旦破解成功 你就掌握了这个物种的能力 当然 类似的研究 书里面还有很多 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 好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 我们说的是 现实俱乐部是怎么推动一个超大议题的 我们借用了飞轮这个模型 假如把心智这个命题 看成一个巨大的飞轮 你不一定要一上来就转动轴心 你可以在飞轮的周边 寻找不同的发力点 通过对某个细节的思考来转动它 随着思考 越来越多 飞轮早晚会转起来 好 那说到这儿 这本心智的进化内容就解读完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一共说了两个重要内容 第一个是 学习科学精英的思考方式 我们说了两种思考原则 分别是 建立不同的观测尺度 和避免把事物简单化 而第二个重点是 现实俱乐部是怎么推动一个超大议题的 我们建立了一个飞轮模型 那这部分刚刚说完 我们就不总结了 假如你对这本书有兴趣 可以直接去看原书 在心智这本书里面 一共收录了18个精彩的研究报告 每份并不长 也就十多页 在你上下班的功夫 就可以完成一次 跟顶尖头脑之间的同步思考